量子雷达作为最前沿的装备为何能克制隐身战机 中国在量子雷达技术上又是如何走到了西方前面 今天中国的量子雷达又发展到怎样的程度 量子力学作为20世纪最伟大的发现之一 一直以来都被赋予神秘的色彩 实际上量子力学如今在实用性方面已经得到充分重视 包括量子传输 量子加密等都被各国重点研究 量子力学在21世纪依旧被视为科学前沿 甚至有人认为谁掌握了量子力学谁就能掌握未来 而近年来中国在量子力学的应用领域走到世界前列 不仅在实验室中创造多项记录 而且量子领域的实际应用同样取得傲人的成就 其中典型的代表便是量子雷达 量子雷达是近十几年内兴起的一个概念 被认为与激光武器电磁武器一样 是未来武器装备发展的一大趋势 随着隐身装备开始大量出现 传统雷达越来越难以探测到这些隐身武器 量子雷达被视为将改变这一切的存在 那么中国的量子雷达技术凭什么说超越了西方 2012年美国宣布在量子雷达研究获得重大突破 并自认为美国在该领域取得领先地位 然而时至今日美国的量子雷达依旧处于试验阶段 没有展出任何成品 但是中国就不一样了 2018年珠海航展上 专注中国雷达研究的中电科11所 突然展出了一款量子雷达样机 这不仅是中国的首台量子雷达样机 也是让世界第一次了解量子雷达究竟长什么样子的 光从这一举动来看 可以毫不客气地说 中国的量子雷达技术已经超过了美国 根据介绍早在2015年 中科电14所便完成了量子雷达的理论研究 并着手研究样机 从这可以看出 中美两国开始对量子雷达研究的时间点应该差不多 但美国技术一直没有很大的进展 而中国的研究则顺风顺水 那么问题来了 中国又是如何克服西风科学家遭遇的难题呢 俄罗斯科学与自然网站近日以量子雷达能够探测隐形飞机为题 揭露了关于中国量子雷达发展的一段显为人知的事情 要揭开中国量子雷达发展的秘密 首先要知道的是 为啥量子雷达能探测到隐身战机 量子雷达的基本原理 便是利用量子在纠缠状态下不可观测 不可干扰的特性 对隐身目标进行探测 这种模式颠覆了传统雷达的探测形式 我们知道传统雷达都是靠发射电磁波 并接收电磁波反馈来确定探测目标 但发射电磁波可能会受到反辐射武器的影响 同时像隐身战机能具备隐身能力的装备 能利用特殊的隐身涂层对电磁波进行吸收 从而干涉雷达探测结果 但量子雷达则不受这样的影响 西方研究量子雷达 其设计都依赖于光子纠缠原理 简单来说 光子在量子力学的框架下会发生量子纠缠反应 如果其中一颗光子被发射到探测目标内 另一颗光子用于激活探测器 那么这一对光子的运动就会被探测器捕捉 而此时光子遇到了什么物体 会受其运动轨迹的影响 且这个过程无法被干涉 而探测器能根据对光子的探测 确定物体的大小地点以及运动方向 但是此前西方在测试时也遇到了一个难题 采用光子作为量子雷达发射器的话 光子在雷达中只能以太赫兹频率运行 波长介于微波与红外之间 而这种频率下量子雷达的探测范围十分有限 却容易受到天气影响 而科学家认为 量子雷达如果能转移到千兆赫的微波万维 则能使得光子在大气中获得更好的信号传播 但问题是如果进行转移呢 这个问题困扰了西方很久 但是中国却另辟蹊径把这个问题解决了 中国科学家在研发量子雷达时 并不依赖于光子纠缠机制 据获悉 清华大学的专家发现 如果将光子替换成加速到接近光速的电子 将同样具备量子特性 而且加速的电子也被赋予了一种特性 类似于高能微涡流 有分析认为 来自电子的这种高能微涡流将会是粒子 即使被发烧到很远的距离也不会失去联系 并且能把隐身战机的反射率从10%提升到95% 也就是说 美国的隐身战机在中国量子雷达面前如同裸奔 更重要的是 这种加速的电子可以在10级赫兹到35级赫兹常规雷达频段内运行 这对量子雷达研制的技术要求大大降低 因此 中国能设计出全球第一款真正意义上的量子雷达 而正是因为中国掌握西方都没有的这一项技术 中国实际上在量子雷达的研究上已经形成了垄断 不过 既然中美差不多同时开展量子雷达技术的研究 为啥中国就能很快掌握诀窍 早在一个多世纪前 科学家们就对量子进行了大量的研究 当时人们就发现量子的特性虽然十分神奇 却又容易受到周围因素干扰而发生异变 导致实验效果十分不稳定 关于量子方面的实验开展都是困难重重的 而后科学家发现 如果是在真空环境下 量子受环境干扰因素会比地面要小得多 得到的结果也稳定得多 2016年 中国发射了世界首科量子科学实验卫星 莫子号 莫子号的任务有二 其一是实现真空中量子的稳定传播 其二是在更广阔的区域验证量子实验 从而打破地理上的局限性 在莫子号之前从未有国家尝试用这样的方法 进行量子实验 2017年8月 莫子号完成了千公里级 地星双向量子纠缠分发 地星量子密钥分发 和地星量子引擎传态 这三大目标 为接下来的科学研究打好了实践基础 而随后一年 重点14科便展示出量子雷达样机 这两者之间不可谓没有关联 那么到今天 中国量子雷达又发展到哪一步了呢 2019年 中国科学院上海威系统与信息技术研究所研究员 由力兴博士就透露 中国的单光子探测器的探测效率很高 达到了90% 这种单光子探测器便是量子雷达的一种 它在生物光子学 医学影像 非破坏性材料检查 国土安全与监视 军事视觉与导航 量子成像 以及加密系统等方向 都有很大的用途 而且这种探测器体积并不大 有分析认为 未来歼20战斗机将会配备一部量子雷达 而这种单光子探测器技术 可能将融合其中 相比于传统的红外雷达与电磁波 量子雷达的探索能力大大加强 一旦配有量子雷达 歼20战斗机将能在百公里外 发现F-22、F-35、B-2等 具备隐身能力的战机 此外 中国在量子雷达上的突破 也引起各方关注 美国国家利益网站就有报道 称 目前中国在全球量子探测技术领域 已经取得领跑全球的地位 并且将可能利用该技术 向反潜领域发展 届时 中国将打造新一代的潜艇杀手 进而能改变21世纪海战的游戏规则 也就是说 量子雷达不仅能够有效针对隐身战机 就连潜伏在海底的核潜艇 也能进行有效探测 可以说 尽管官方宣传并不多 但中国的量子雷达技术 的确走在了西方前列 领先美国可能有10年 而量子技术 也将给中国军事带来一场新的革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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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